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空中計程車不斷來回接送 模擬海嘯 戰爭產生大量傷患 美軍亮出強大醫療 後送能量 野戰醫院就地開設 連哀嚎 戰斗都要逼真成縣 找來三百名醫學院學生 實習生和護士扮演傷患 就連化妝還用上矽膠 假寫讓演習就像拍電影 美軍對野戰醫院的設置 非常的嚴格 通常傷患在經過初步的包扎之後 就會來到後方的帳篷 來進行減傷分類 但是傷勢依照帳篷上面的顏色 分成黃色綠色和紅色 有不同的傷勢來進行後續的治療 每個人受傷程度通通都不同 有人頭部血流 有人甚至模擬誇張穿刺傷 醫學院學生不僅半傷患 大半時候更得現場觀摩 醫護怎麼處理傷患 夏威夷首度在環太軍演動員全倒27座醫院資源 要是真的打仗管你是醫學生還是實習菜鳥 能用的通通得用上 美軍跟動員最大醫療艦慈悲號 替捕環太踢掉中國後 失去中共醫療艦和平方舟的空缺 環太平洋軍演以卡爾文三號航空母艦為首 聯合艦隊11號離開珍珠港 宣告這場26國參與 四七騷多國艦隊 兩萬五千名士兵的最大操演 進入高潮 要在太平洋上展開艦隊攻防戰 單詢人陳俊賢 謝鳳哲 夏威夷採訪報導